半夜千万不要随便上公共厕所的最后一个合间 因为你不知道厕所有什么规则禁忌 欢迎观看阿文说故事之共测禁忌 二狗是一个外卖员 这天半夜二狗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便起床想着再去送回外卖 就这样他像往常一样送着外卖 在送餐的路上突然感到尿急 于是停车四处张望 发现周围一片树林不能随地大小便 二狗就往前继续走 没走多久 二狗就看见路边一个指路牌 前方444米有公共厕所 二狗把油门开到最大 瞬间就到了厕所门口 跳下车急忙往厕所里冲去 突然一道黑影 挡在他面前 二狗隐隐约约就看到一张枯瘦的脸颊 两个眼洞里不停流着血 比恐怖电影里的鬼还要可怕 正站在他的面前 二狗直接吓尿了 随后一脚 把他踢飞了出去 我靠 吓得老子差点尿裤子了 被踢飞落地后的鬼手 突然伸得非常长 他抓住二狗的腿 说道 小伙子 我要告诫你一件事 进厕所千万不能去 最后一个隔间 为什么 你知道厕所里发生的 都是传说小话吗 我知道怎么了 我告诉你一个惊奇 我不听 你放开我 我要尿裤子了 但是那鬼 就是死死地抓住 二狗的脚不放 说道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小话的女子 来到这里上厕所 那天她可能是吃多了 就在最后一个隔间一直蹲到半夜 非常不幸的是 起身要出去的时候 她脑出血泛了 开门时却发现厕所的门 怎么也打不开 没想到就在厕所里 血泛爆炸了 我每到半夜就能听到 最后一个隔间都会传出凄惨的叫声 说完后 鬼才把手从二狗的脚上松开 二狗急忙冲进厕所 可意外的是 前面几个隔间的门都锁死了 只有最后一个隔间开着门 二狗心想 那家伙成心想 整我是吧 眼见洪水 马上要冲破大坝 二狗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冲进了最后的隔间 一般畅快过后 突然门外一阵敲击 有人在里面吗 声音很是瘆人 门外的人又敲了敲门 二狗吓得瑟瑟发抖 没有的话我就进来了 吓一了一个穿红衣的鬼 从门里穿了进来 你在里面为什么不回答 二狗当场吓得半死 抓住门把手疯狂的扭动 可是门锁的死死的 怎么也打不开 二狗吓得连忙大喊 救命呀 救命呀 然后鬼发出一阵笑声 上前抓起了二狗 下一秒直接带走了二狗 点个关注不迷路下集 更精进